《氣有益》是一個結合理論和專業來實踐的計劃 我們劇團投入了大量資源 委入了香港教育學院進行一項夥伴研究計劃 目的是培訓全港的幼師 為他們免費提供專業的戲劇課程 香港話劇團可以利用話劇的元素 去加強我們在香港教育學院我們幼師的培訓 可以將話劇融入在我們的教學方法 其實最重要是令到我們的學生 可以投入在教學過程中 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 我們有劇團的一個專業的戲劇導師 有幼稚園的老師 和院校的專家三方面的協作 這次我們很高興請到台灣的一個很知名的幼兒教育 和戲劇教育的專家林若君教授 做我們整個計劃的海外顧問 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全面的有戲劇藝術 亦都有教育專業兩方面的一個全面的培訓 可以讓這麼多間的幼稚園的老師一起參加 包括我們一些藝術的專業 我們一些編導演的藝術技巧 亦都有一些怎樣用戲劇融入去課堂的技巧 甚至乎有些怎樣用故事繪本 演變成為一些戲劇雜式的活動 有時候我們在學校裏面 每一個活動會比較分 比較切角色 科學還科學 數學語文 透過今天這個戲劇教育的課程 可以讓我們明白到怎樣可以相關 這方面是最大的得著的 其實之前的戴戲劇活動 都會有一些框架去框著自己 去跟著一些步驟去戴 其實透過今次的活動 其實都跟一些專業的老師 其實都有溝通的時候 其實幫助自己在戴戲劇活動 可以有多些的跨進或者多些的突破 有一些可能是其他活動 給不了小朋友的 例如給他們的幻想力 提升他們的自信 其他課程未必可以得到的東西 在戲劇活動裏面就能靈活得到 其實我覺得是小朋友的表現 令到我很意外 因為我以前會覺得 可能三至四歲的小朋友 很多東西其實都未必做得到 但透過戲劇活動 覺得他們真的成長了 還有真的每一次達到我想到的目標 如果我們可以將藝術發展 還有創意教育 可以組一些階段 可以放進我們的教育制度裏面 令到我們那些幼兒老師 可以早些參與 令到他們可以將藝術的元素 融入了在我們的教學裏面 其實這是一個最成功的方法 希望大家了解到戲劇教育所具的影響力 以及對學校課程所發揮的作用 絕對是值得給大家支持和參與的 我希望戲有益這個計劃 能夠得到全港的校長、老師、家長、教育局 以及社會的支持 開花結果 使弟弟能夠從小得到全人教育的利與樂